当地时间3月31日,正在德国访问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一同乘坐了一小时45分钟的火车,从柏林抵达了德国的第二大城市汉堡。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表达对查尔斯和卡米拉的重视,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麦尔和夫人埃尔克·彼登·本德都跟着一起从柏林来到了汉堡,大有全程陪伴的意味。 虽说总统夫妇看着也不年轻了,但到底还是比查尔斯和卡米拉年轻了10岁左右,施泰因麦尔67岁,夫人61岁。 汉堡是查尔斯和卡米拉德国之行的最后一天,之后他们就会启程返回伦敦。 在访问纪念馆的时候,天空下起了雨,夫妇俩倒也不需要他人帮忙,自顾自地撑起了伞。 相较于卡米拉的塑料伞,查尔斯的雨伞要更为奢华一些,尽管从外观上看也没有多么特别。 按照英国报纸的报道称,查尔斯有很多纯手工打造的雨伞,这也是他作为老派绅士所讲究的地方。 虽说查尔斯和卡米拉的雨伞不同,但两个人的穿衣却形成了不错的情侣装,都大面积地使用了蓝黑色调,查尔斯的裤子和卡米拉的大衣颜色很相配,而卡米拉的靴子则和查尔斯的外套形成了呼应,还真是颇为巧妙和高级的情侣搭配呢。 相较于德国第一夫人,卡米拉在气质上还是略微有些逊色的,当然这也和身为法学家的埃尔克,彼登本德较为苗条和年轻有一定的关系,毕竟她比卡米拉小14岁呢。 不过,卡米拉的衣身倒是足够华丽的,尤其是佩戴的蓝宝石胸针,更是堪称英国的国家宝藏,却也和德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估计不少王世弥对这枚胸针很熟悉,因为她曾经常出现在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衣服上。 这枚胸针的全名有点长,被称为维多利亚女王的蓝宝石和钻石婚礼胸针,是1840年阿尔伯特亲王秘密委托珠宝商为她制作的,在新婚之夜,她将其送给了维多利亚女王。 据说,维多利亚女王收到丈夫的礼物后,很是激动,她在日记中写道敬爱的丈夫,给了我一枚精美的胸针,一颗环绕着钻石的大蓝宝石,非常漂亮。 享年只有42岁的阿尔伯特亲王,既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同时也是她的表弟,只是小了几个月,出生于现在德国科堡附近的萨克森公国,最终被埋葬于温莎城堡附近的弗洛格莫尔陵墓中,永远地陪伴着妻子。 而显然卡米拉在离开德国前选择那枚蓝宝石胸针,也不全是为了美观,也是向英国王室的德国祖先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 再说伊丽莎白二世,她对蓝宝石原本就很偏爱,所以经常佩戴这枚祖传下来的胸针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也有消息称,这枚胸针也影响过戴安娜王妃,这是她的订婚戒指的设计灵感的来源。 后来那枚镶嵌有十二克拉椭圆形西兰蓝宝石的婚戒,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订婚戒指之一,现在佩戴在凯特王妃的手上。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其实随行德国的卡米拉口碑依旧是很不好,在访问途中凭借佩戴璀璨耀眼的王室珠宝, 成功抓住了全球粉丝的眼球,最后一天甚至公开叫板以故戴安娜王妃,高调佩戴蓝宝石胸针,被网友喊话,东施笑评。 在抵达德国的第一天,卡米拉身穿绿松石色大衣,搭配黑色粗根长筒靴,佩戴着英伦风十足的羽毛贝雷帽, 整体搭配非常提气色,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点睛之笔则是她别在胸前的钝形胸针,胸针油钻石,薄金,绿松石等组成。 虽然其貌不扬,但是盛在精致有异议,是伊丽莎白女王在16岁时从奶奶玛丽王后手中收到的礼物, 至今已有81年历史,而且在女王的后辈中,卡米拉是第一个佩戴她的人,可谓是风光至极。 当天晚上的接待宴会上,卡米拉在接再厉,佩戴着伊丽莎白王太后从格雷维尔夫人手中继承的宝石龙、风巢、王冠, 搭配伊丽莎白女王从伦敦金融城那里收到的钻石流苏项链,还佩戴着闪耀的钻石吊坠耳环。 更有家的勋章,维多利亚大十字勋章,伊丽莎白女王家庭勋章等多个荣誉勋章加身, 虽然黑色印花礼服看人有些看不懂,甚至被朝向式一刻上了年纪的树根, 但是珠宝却是实打实的豪横。 第一天在珠宝上大手笔,一般都是软实力的体现,卡米拉毕竟不仅是卡米拉, 在这样隆重的场合中更是英国王后,多佩戴一些珠宝也说得过去。 第二天的活动中卡米拉果然就收敛了,一身低调的Max Mara紫色浴袍式大衣,搭配黑色高跟鞋现身。 在珠宝上尽可能的表现低调,仅仅佩戴着一枚范克雅宝四叶草钻石胸针, 一条铜品牌的蓝马脑四叶草手链,以及一些简单且常戴的手链, 和她平时在英国国内出席公务时无异。 不过,即便是珠宝粉,也着实没想到她会在行程的最后一天再来一波大的。 当天的活动在德国汉堡展开,卡米拉一身深蓝色大衣, 依旧是搭配着黑色长筒靴, 还佩戴了一顶毛茸茸的帽子,除了看起来十分保暖外, 她这一身可以说是平平无奇。 但是,胸前佩戴的蓝宝石胸针却让人有些诧异, 不仅因为她年代久远,还因为她和戴安娜王妃有着紧密的联系。 1840年2月,维多利亚女皇和亲爱的大表弟在伦敦詹姆斯宫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新郎阿尔伯特王子是个隐藏的珠宝匠, 在婚礼前一天给维多利亚送了一枚胸针, 胸针由当时的皇家珠宝商加纳德制作, 中间是一块枕形蓝宝石, 旁边围着十二颗白色圆形钻石。 维多利亚非常喜欢这枚胸针, 她的儿媳亚历山德拉王后, 孙希玛丽女王也十分钟爱这枚款式经典的珠宝。 虽然深受几代温莎女性的垂青, 但是王室祖传珠宝实在是太多了, 让她从中脱颖而出的却是只当了15年威尔氏王妃的戴安娜。 1981年她和查尔斯订婚, 在挑选订婚戒指的款式时, 19岁的戴安娜想到了这枚蓝宝石胸针, 并以她为原型, 委托同一家珠宝商加纳德珠宝制作了著名的蓝宝石订婚戒指。 考虑到戴安娜非常喜欢这枚胸针, 但当时是女王当家, 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珠宝直接借给她。 王太后为了哄外孙媳妇开心, 给她送了另外一枚蓝宝石胸针作为补偿, 后来我们看到她将胸针改成了珍珠choker。 在后来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了, 不管是蓝宝石订婚戒指, 还是蓝宝石钻石胸针, 都成了戴安娜王妃的标志性珠宝, 名气也都随着她而水涨船高。 卡米拉作为查尔斯和戴安娜婚姻里的第三个人, 是他们婚姻走向末路的直接导火索, 原本应该避免这种直接被比较的事情发生。 再说, 温莎有那么多珠宝可供选择, 卡米拉却偏偏选了她, 只能说被偏爱的那个人总是有恃无恐吧。 如今三天的行程已经落下帷幕, 距离查尔斯的加冕里也只剩下35天时间, 看卡米拉解锁新珠宝这个势如破竹的尽头, 就别说没根了, 恐怕是凯特也占不到便宜吧。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卡米拉比戴安娜王妃的小心思多太多, 卡米拉曾说, 戴安娜王妃随意改造王室的珠宝非常不尊重, 这梅威尔士凶针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戴安娜王妃经常将凶针移除祖母绿吊坠后, 以项链吊坠的形式与沙特蓝宝石套装中的项链组合来佩戴, 卡米拉没有意识到, 她抢了别人的东西, 还要把戴妃数落一顿。 从盈盈狗狗老三上位, 卡米拉一个女人从污泥浊水之中站了起来, 凭一己之力赢得了一个国家, 逆转世界的认知,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不仅和相爱的人厮守一生, 最终还得到了女王的认可。 人生大大的赢家, 勇敢无人能敌, 坚守就有算胜真是不假。 可惜了, 香肖玉允的戴妃, 终究被时间抛弃忘却。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